为了防止牛肢乱逛 影响到民众的生命安全 台东县政府在4月份订定了 台东县家畜管理自治条例 明定台11县两侧300公尺之内 不得养牛 修正为200公尺后 议会是三读通过 县政府目前已送交农委会来合备 并且进行海线三乡镇市的稽查工作 农业处表示后续清查将会扩及到全台东县 台东县政府为防止牛肢乱逛 再度造成民众行车的安全 所订定家畜管理自治条例 条文中由省到300公尺下修到200公尺内 不得养牛 在台东县议会三读通过后 县府已将条文送到农委会合备 第十九届第八次临时会 省力通过的台东县放牧的饲养的自治条例 那县政府这边农业处也积极地做一些 包括了文件整备还有查核的工作 首先我们是把我们审议通过的自治条例 送到农委会去做审议 由于自治条例事关民众及事主 议员重申管理的必要 也提醒县府应该持续进行后续的工作 以截至目前为止 大部分的牛只都已经挂耳标 挂颈圈链 然后再来就说 放牧者就应该在200公尺以外才能放牧 这个已经是他的规则已经是定定了 如果放牧者这些牛 或是他生了小孩之后 我希望说他能够透过乡镇公所去登记 不是因为隐瞒说他生了几只牛 然后我就不去登记这样子 在自治条例通过后 农业处也立即启动各项稽查工作 即使农委会还没核定下来 但是我们现场查核的工作 我们并没有中断 我们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也请我们同事 针对整个先从 这两年有出事情的东海岸线 先去做足家足户的访查 那包括了长滨我们有查了五户 那成功证的部分 原则上有九户 那我们已经有访查了 已经有七户 那东和乡也有四户 那总共东海岸线 有一百多头领 我们大概就是做足一的审查 首先先看看他有没有定定 依照我们的自治条例 定定额标 那如果没有定定额标 我们会限期他改正 县府表示 农委会在审核完成后 就会正式实施 也会努力辅导市主 将牛肢移到四核的地方圈养 记者潘兄委台东市报导